好久不见 大鱼老师好 今天是捧场著名的臭稿技术的 陪我们一起来试试AI代驾 然后今天我选了一条非常BT的路线 我也没有让你陪我去学这个路线 我们一起来试试好不好 好 我们来试试看 点击这个 直接选择路线就可以了 对吧 对 直接开到起点附近我们就可以开启了 好的 那我们现在出发 好 出现NGP的提示就可以了 对 可以了 好 可以 OK 我们前面是左转 红灯了 我问你第一个问题 温州你们之前来跑过吗 有地图吗 温州没有地图 没地图 对 就是是没有高精地图的 没有的 其实我们这两天看了一下这边的道路和结构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有图商会来这边去踩地图的 一会儿我们会进这个代车吗 要看一下 它动了 我们看它能不能停下来 我这起速还是我得背一下刹车 可以停下来 好 OK 我们过这个路口 看它能怎么样 这个还不错 可以 我所有的路径走了多少 会在这个区域有一个提示 对吧 对 它会把全长的公里数 然后包括剩余的公里数 然后包括预计到达时间 也是我们根据这个里程数 然后去算出来的 明白 这是能看到倒数的 有一些类型的这种倒数的话 我们有训练过 所以说它就可以比较好的一些识别 但全国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样式 可能也有一些是需要去增加一些数据训练 温州这个城市很有意思 它的公交车道在右侧有 然后在中间也有 我们现在这条我们选的这条路 这段是在右侧 然后过一会你会看见它会在中间 你们对于公交车道是怎么判断 是通过导航吗 公交车道的话 目前还是主要一部分的信息来自于导航 它会告诉你这条路径上面 是有公交车道的 然后另一部分的话是来自于车端的一些识别 因为公交车道一般来说 那种不允许你进入的 它是绘画双方线的 那么左右车都是黄线 那我们看到的话 就会尽量避开这些公交车道 明白 所以其实就算导航地图给你 然后最后也是靠实实感知来去判断的 对 前面要右转了 然后这个我没记错 它应该是一个无保护的右转 我们看一下它完成怎么样 直行车已经放行了 我接管了 因为我感觉离着太近了 对 离着稍微有点近 好 我看现在是待机了 OK 又恢复了 感觉它对于交通柱不是特别的敏感 是不是 刚才已经到我的心理体现 我觉得我需要接管了 对 现在的话 其实主要的检测是来自于是说路沿的这些检测 刚才那个场景其实是一个比较特殊 我们还是要去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去完善的 它地面实际上是纯标线 它没有一个低矮的那种路沿 然后之后的话 我们也会把这个场景加入到我们去影响决策的这个部分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去做一些避让 其实刚才我如果不接我可能也能过 当然可能会比较极限 对 这种其实出于用户的安全卡 我觉得接管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动作 特别是城区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是说目前这个阶段 不去追求那种极致的低接管率 它到路口有一个明显的减速 对 这是一个无保护的一个路口 嗯 嗯 有台进台车 看到车了提前打 这个还是反应挺快的 前面应该是要分道 这个也是我们看下来温州比较特殊的 对 就是它的路口的这个是2分4或者4分6 它的标线是没有连着的 它就直接断开了 它就直接断开了 嗯 I didn't know how to act I would know what you had in mind I didn't know what was on I didn't know what was on All that I know is that it feels all right 这个极限的卡的音乐 不打针 221多梦 这个很极限 他本身可能也是觉得自己能力没问题 还是挺激进的整个的表现 这图绕开这边慢车 好多长 对 这种在 在 我踩了脚刹车 可能我刚才抢了一下方向 小心我们就说 OK 继续好 这个路口竟然没有红绿灯 这个车就这样 这么宽的路就这样闯 我们左转 其实这边线也完全遮挡了 左侧的这个 但是我们前面有前车 所以还好 跟着前车轨迹 可以过来 这个非常完成非常好 很顺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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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看他公交车道 跑到中间来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发现温州的一个挺大的变化 好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过 对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过 看一下 就完全看不到线了 他有意识在减速在看线 OK 看到了 对 因为左边又是公交道 是吧 他要进去的话 又属于违规了 这个 他准备往右 因为前面我们要直车 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 左转箭头 对 后面有车 对 刚才旁边右边有车影响我们 小P让我帮他 但我感觉他自己应该能够处理好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进来了 好 我们又在一条 他还要连进去 后面都是连去的车流 这个 有点难 哇 这个 很激进 这个波一还是挺激进的 OK 这个应该我们继续执行 对 他应该已经 嗯 看到了 他还好他尾部有这个箭头 是吧 他应该是试图想绕 因为看不到路线 他觉得可能想绕 等车动起来 果然 对 一直想往内侧打 对 因为看不到标线 我们 好 他只要看到这个箭头 他应该就会试图往回 对 他会试图回来 哇 这个操作好难啊 我觉得 对 脑袋顶上那个箭头我们会识别吗 现在没有 因为我们后来判断之后发现是说 这些箭头它其实每个城市的规范性也不够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可以 可以 我给了一个 你给了他一个确定 对 给了一个加速 帮他一下 好 不错 绕过来 多转你的信息 好 正好绿灯了 这个路口很难啊 这个 这个 走一个大碗 因为那边的线全部被遮到了 走一个 我去 这个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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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非常难 他自己过来了 因为最左侧是一个BRT的那个车道 所以他的那个带转 他不能侵入到那个BRT里 所以它是这样的 所以导致这个车就只能这样拐大碗 不然他看不到那个鞋 这个上午我们去 崛起的时候 就发现这条路会有这个特点 但我没想到他过来了 这个还是挺强的 虽然有点亮枪嘛 对吧 有一个大碗窗户灯了 嗯 嗯 我们等他 继续走 这路口 找线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没问题 这儿要右转 我能感觉到开始上难路了 哈哈哈哈 对 脚路特别难 一会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是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步行街 好 好 让一下 因为有行人 好 让一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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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横川的行人就很多了 非常多 对 好 刹车 这儿是一段石头路是没有标线的 然后路边会有网约车接壳 我们看这块它能不能绕过去啊 因为右侧应该是停了很多车 我们看一下 感觉它就是等在哪 对 哎不错 往左打了一下 这非常明显 哦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完成的挺好的 哎呦 这个垃圾车离我们好近啊 往左打了一点 哎呦 天呀 这个 太恐怖了 这条路 哎呦 不打灯的 不打灯的司机 对 觉得我们慢 然后这儿又有自行车 嗯 这个也是一个没有灯的路 没有灯 这边好多这种斑马线是没灯的 你看这个出车就 刚才就 啊 这大姐 呃 我估计我们还会再等一下这个行人 好 走 还有一台 还有 我刚才想点加速 他帮我刹车了 啊 还是他观察的比我要仔细的多 好 这边因为前面我们要执行啊 要等 我接管了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口 这也是一个很宽的一个路口 在桥下也是没有表现的 应该在试图走到右边这边 嗯 但是他被推 被往左边推了一下 然后过来进入做测试道 其实这段路是非常复杂的 正常来说 不建议大家用 在这条路用 用富士驾驶 我发现现在这种极限卡特影的判断还是挺准的哈 基本上都是没有任何问题了 这个也是你要去做程式的一个基础能力吧 嗯 对 这还不算难的呢 还有更难的 还有更难的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过 我觉得有点悬 我觉得难度有点大 你要左转了 对 这是左转 左转将进入一段非常恐怖的道路 可以开始 感觉好像有施工的样子 对 有修路 而且我们发现上午过来学那个路段的时候 和昨天我们探路的时候 整个施工完全不一样 你看现在没有任何表现 没有线 什么都没有 我们看它怎么开 对啊 竟然能开 不会开到大卡车前面吗 还好往左边打了一点 但我感觉前面有人在搬东西 是吧 我们看看 我们应该 前面已经在排队了 但是我们原有的路应该是在右边 对 我原来记的时候是在右边 然后我帮他一下 我先过来 这已经改到了 上午我们学习的时候是在右侧的 是在右侧的 结果他现在要改 又改到左边了 这个难度确实很高 我们看能不能走 我看前面还能不能激活 对 我们先看看 我从来没试过这种路段 对 现在让小货先走 我们再走 看看让不让用啊 还可以啊 还可以用 我们应该会试图往里走 他会往里走 不行 他记得路线是应该正常应该是走右侧 是吧 正常按照导航信息 所以我们应该也是走右侧 对 你看 拿自行车把这个 简直了 我可 还能用 试试 可以 但是他实际上还是一直想往右走 对 他应该是试图进到右侧道路 他在找看有没有空 如果有个空可能就钻过去了 哇 可以 可以 哇 这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哎呀 我们回到了 对 回到路了 这一段也是没有表现 对 但这套路也没表现 他已经提示我要接管了 距离目的地还有一点距离 还要试图绕一下 我接管吧 卡住了我 看还能不能再开 我还可以 可以了 又可以了 再找到 再 因为前面我们要右转了 就这个路口右转 对对对 我们这儿要右转 因为快到我们的导航店了 但是他现在 找不到线 所以他跟着车走呢 是吧 应该在试图 他在试图走 完全走 我 我 完全 我 分控过去 我 我 我们看能不能过去 这边有警察叔叔 我们看一下 我提前接管了 因为我们看到警察叔叔 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这个太强了 真的太强了 虽然我接管了 但是这个路确实太难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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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